武器神龍市台灣新聞民 海南院觀眾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胡宗信 我今天二度邀請到 台南市官田區的農會總幹事 林振榮總幹事 敬榮 歡迎 胡大哥 你好 我們全國觀眾朋友大家好 另外邀請到百大青龍 胡玉健先生 歡迎 玉健兄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玉健兄是我們鼓勵的青龍 他把菱角殼跟台南 這個月光米把它結合起來 成一種超級米 我還是向大家說 我們這個節目鼓勵農民 鼓勵青龍 給農民應有的社會地位 政農總幹事跟我說 政府一定要重視農民的 社會經濟地位 這政府存在的最終目的 我也這樣講 榮為國本 最近有很多電視台主管邀請我 或者主持政論節目 或者參與政論節目 我說我專心主持農業節目 為什麼呢 我心懷感恩 榮為國本 感謝土地 感謝農民 謝食物 我心之所欲 我做平安喜樂的事 所以我覺得談農業 比各位所熟悉的我談政論 我覺得更接近土地 更接近草根 民主 所以這是我很大感想 我們今天有個議題就是 怎麼把這個菱角殼 菱角殼 它本來可能是一個垃圾 變黃金 廢棄物 怎麼重新把它運作出來 這是官田農會一個非常大的貢獻 變成黑金了 是不是請政農總幹事來介紹 怎麼把菱角殼 你們根據報導 從原本一年回收50公噸 到去年180公噸 今年預估可以突破200公噸的 菱角殼回收量 這些回收要做什麼 就我們說了 黑金 來 是不是 總幹事介紹 請你 過去我們的菱角殼都倒出來了 所以必得行很多困要污量 後來我們有一些菱蕾農民 都要做保濕 裡面的水鍋 水鍋頭放一些零角殼 可以做肥療 還可以保濕 因為它土地 土地不硬了 現在後來我們庫町 我們的原文庫庫町 它是黃布出身的 它奶後它都把它推 零角碳 零角碳也供應很多 我們可以淨化水質 可以再除湊 甚至我們做肥療 可以改動我們的投用 我們也要匯健 還有我們的青龍 它有實施 進行去試驗過 所以現在做這個米 都在那裡 用零角碳 做洗肥 使用起來這樣 好 我們今天找到一個 非常好的典範 請看到這個節目 輔助弱勢團體 我常常一再感慨說 台灣的農民團體 在鄉下沉鄉差距 已經平均達67歲 這67歲是非常驚人的 67歲 但是我們唯一的辦法 就是鼓勵青龍下鄉 這個 郁建兄是官田大頭人 他本來是在官田工業園區工作 但是因為後來經過思考 他就回去接自己的副祖輩 他副祖輩就從事零角跟芒果 但是他又研發出來 把零角殼跟台南月光米 第十六號月光米把它結合起來 這是一個畫虎朽為神奇的成功故事 先 郁建兄 先跟你說 你為什麼要回去接他們阿公 或是阿祖 甚至你爸爸的農業 你為什麼要請你介紹 我們就看到他就是有年紀的 然後幫我們載小朋友 然後出車禍之後不捨 然後還要農忙天理的 看忙不過來 忙不過來就想說 那乾脆回來就是 就是用從事農業工作這樣子 然後從事農業工作這樣子之後 然後因緣機會去認識到 就是區長 還有承擔那個林宏平 林教授 他去用這個零角攤 零角攤他就是起先 我們也是在觀望的態度 然後後來看看看 看起來真的是不錯 然後就是從曬殼 曬到一定的程度 就是差不多14度到13度左右 然後我們再用碳化乳 那個碳化乳也是經過他們 精心設計之後 然後去拿到專利然後燒出來 然後最主要那個林教 那個林教探會那麼好用就是 他超過 他可以這樣子碳化超過1000度 這個他的吸附力就是在這邊 可以發揮效果 這是我認為是這樣子 但是應該是試起來也是差不多 因為他現在等級是跟 日本的被長碳是同樣等級的東西 的碳 好 這是我來引述 這個郁建兄他把台南16號月光明 跟看看我們這個 剛剛所說的這個零角殼把它做回料 然後培育出來了 然後這經過這個產銷履歷的認證 這個過程是不是請你介紹好不好 怎麼得到認證的 我們就是把它我們有做的事實 把它放到裡面去 然後我們把它陳述出來 這個如果沒有 我們如果沒有做而去把它陳述出來 這是會有劃緩又要去再 再去他要輔導你再去就是上課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能亂用的 我們鼓勵青農下鄉 但是青農有遇到很多問題 我先告訴莊幹事 青農回去剛才問題的事 剛才天災 尤其剛才風胎 做到的水也是 農會把你什麼角色 你說之後我們要請這個意見上來補充 來請 莊幹事 我們農會請監農中 還有我們找農業書來鎮定 如果有什麼在海 我們政府可以補充 我們還有一些貸款 定義貸款 可以蓋貸款給予的 復庚 遇到困難怎麼辦 你至此怎麼辦 除了農會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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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第一個復庚 或者是要復庚什麼新的東西 或比較短期的東西 有時候那個會齊座北會銜接不上 有些是齊座北可以連接的上這樣子 就是農會也給我們 就是後援政府都有給我們後援這樣子 我們就請郁建兄來介紹我們桌上的他的產品 我們先從台南16號月光米潭 你說這是零殼碳改良稻田土壤 這個過程很多人都不知道 是不是請你介紹好嗎 我們的零殼碳 就是我先把它放在零殼碳用完之後 就是放在水裡釣起來之後 然後用完之後就是 起來就是下一級要耕作的時候 再把它放到我們的稻田裡面 稻田裡面再改善它的土壤 這樣改善出來之後 它的米會更好吃更Q彈 又減少我們的肥料及農藥的使用量 做出來又是好吃的 比一般人家吃過 就是人家都吃過說 這個口感又真的跟人家不一樣 又有時候會回甜 就是不一樣要特別吃才會吃得出來 是消費者決定的產品的性質是什麼 消費者很重要 是 我們消費者在吃你的米的時候 一定會給你回補 你這個米最大的特色什麼 除了你說甘殼以外還有什麼 請總管事來補充 這是你們觀點的驚訝 來 意見最新介紹 你的米最大的特色 它的口感還是怎麼樣 它的第一個它是月光米 本來就是比較屬於好吃的 月光米系列的米 然後它就是吃起來 就是會就是有一點回甘的感覺 就是我們吃完 就是吞下去之後 有一點回甘的感覺 就是那個就是比較不一樣 人家有些人就是喜歡吃那種 比較口感不一樣的東西這樣子 總管事 請你替你的青龍先消一下 它這個米 這個我第一次知道說 零角 零角殼作為回料 然後沒有農藥 然後到1000度這樣燃燒的 來 最大特色 它的最大特色 這個我們零角湯說印譽出來 它特別香Q 在吃的時候後面 它好像說肥甘 食品吃的時候 吃了它那個稻香 可以後面又散發出來 我向大家特別介紹 如果你到這個關田區 農會的他們的超市 可以特別買到全國唯一的 我看全世界唯一的 零角殼作為回料的這個米 來 還有香菇產品 蚵麻 我想這個塞鋼 鮮花 農與安丁 包括原來的觀田 我請你介紹 你說一下蚵麻 蚵麻油 來 請你介紹 我的胡麻油 也是做產銷履歷的 然後我們就是 我們在鄭文西盼 那個散化 安丁都是在 他們在南邊 我們關田在北邊 其實從小我們那個附近就 關田附近就有 種少數的胡麻 一直都有在種 我想嘗試說把它種胡麻 這幾年都是有種 然後我就是不服輸 去給它做個產銷履歷 就是去年去把它做出來 然後我是用百分之百台灣的 就是我自己的胡麻 產銷履歷的胡麻 去做壓榨出來的油這樣子 所以品質保證 對 還有相關你也研發很多產品 因為有時候農產品過剩 你有做這個無糖的芒果乾 芝麻糖 花生糖等等 來 請你介紹你自己做的產品 來 這樣 我的芝麻糖還有芝麻花生糖 我的產品要出來之前 我都會先給人家試吃 試吃到口感說 至少有7到8分的人 這樣說才會上市 不是說產品一做出來就要上市 這是不行的 就是讓大家很多人試口味試過之後 然後再出來這樣子 像芝麻花生糖的話 那個就也是在熱 我在我的產品裡面 也是另外一支熱賣的產品之一 中央書 我想我們大家都有煩惱 年紀差不多都有開始煩惱說 農民年齡平均67歲 可能5到10年 可能就大家沒辦法做事了 這時候青龍 搖車青龍 鼓勵青龍變成很重要的感受 你怎麼鼓勵青龍 我 我覺得 我感覺要從那個 在特區的時候 開始做氣 所以我對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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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都有政府經驗 我們國小 國小的孩子 親身經歷在座談 我都要做一個土地 讓孩子從開始補種 開始種頂到後面 到後面到修行 甚至後面做米菜 後面還有咬一下 還有咬咬 還有咬咬 還有什麼 讓他們的草編 做草帽 草帽 都一連串讓我們了解 讓我們在農業 讓他們知道 我們過去說幾句話 水中 水豬 盤中生 利利皆辛苦 讓我們了解一下 好 從小學 中學的 食養教育開始 就培養接班了 我接下來 我們來介紹志工媽媽 其實她可以在 可以做一個董事長娘 但是她志工媽媽 李蘇貞小姐來介紹 她的家常賽 我手上是在當地 非常有名的零腳 豬腳 聽說官殿的人都煮零腳 豬腳湯 是不是請這個家政班的班長 李蘇貞小姐 她自己也在觀田市的台藝縣 經營這個凱旋餐廳 而且他們有零腳大餐 我特別向大家推薦 直接上網 凱旋餐廳零腳餐 來 請問請先來介紹 很多人從豬腳跟零腳 做人家煮 這個配布在哪裡 請 一般都是煮零腳排骨湯 比較多對不對 但是因為我們考慮到 有一些老人家 其實他很需要膠質 那個豬腳 豬腳 對老人家來講很好 它可以補血 還有補膠質 還有可以讓我們身體 比較健康強壯 所以我就 我們就嘗試著讓 零腳跟豬腳結合 這底下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它的煮法就是 我們一般家庭的煮法就是說 我們先把豬腳汆燙 買回來先把豬腳汆燙 把那個血水汆燙完以後 我們放在那個 在電鍋裡面 外鍋差不多兩杯水 內鍋差不多一半 一半的水就好 就淹到那個豬腳 然後煮差不多 跳起來以後 再加半 再加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水 再把菱角加上去 再一杯水的話 它跳起來就可以了 再加上調味料 加一點香菜就非常好吃 這是觀田當地的名菜 當地的名菜 對 我們餐廳也全部都是用這樣 還有你說你有經營 菱角餐是什麼 主要是大餐是不是 對 菱角大餐 以前那個我們菱角節的時候 有時候會推出菱角大餐 就是我們觀田區農會 就會跟我們餐廳結合 一起去做這個菱角大餐這樣子 還有一個就是酸菜白肉火鍋 這本來是東北菜 對 聽說是滿洲人先吃的 聽說了 所以才是東北菜 原來這個觀田農會也有 這是應該是真空包裝是不是 對 這個是真空包裝 這個是我們農會輔導的田媽媽 她這個任教官 她就是東北人 所以這是她的家鄉菜 她這個是天然化效 她只有加鹽巴而已 她只有加鹽巴很單純的食物 鹽巴加白菜下去 把她的乳酸菌養出來 然後我們就是在家裡面煮的話 就是火鍋也可以 炒五花肉也可以 那還有一道菜就是可以炒飯也可以 她有很多的做法 但是這個酸菜鍋在冬天來吃是最好的 你可以加上你喜歡吃的 像豆腐皮 豆皮 它素食的也可以 豆皮 豆腐 凍豆腐 番茄 菇 尤其是菇類的 它很搭 這個真的非常好吃 真的很好吃 這個不輸在台北市的 台北市有很多東北人 所經營的這個酸菜火鍋 不會輸 好吃 我知道這是你們的熱賣商品 你是不是 請你介紹 收看 我們這個酸菜白肉鍋 尤其現在的熱賣商品 尤其是尤其是我們公不應酬 因為這個技術 剛才我們班長說 這些都是手工的 他做了 做了有時候很體積 有人說叫他用家用館 尤其是用手工 他使用這些天然發酵 都做起來 這特別好吃 這個手工打造的零角 豬角以及酸菜白肉火鍋 都是官田的名菜 最後問題我要請教總幹事 我來引述一下 我們今天的官田區農會總幹事 林鄭榮先生 他明年一月要退休 他是1982年進入農會 1997年擔任總幹事 到明年1月15號退休 總共擔任的農會職員15年 總幹事24年 將近40年 40年不簡單 這要領退了 還有幾個月來領退什麼感恩 做一個感恩對小學 這是感恩 來 發表你的感恩 做結論 我是覺得說 這個農民非常可愛 也非常可憐 因為人家說漏火 人家就叫他們家裡 他們不是漏在拚水 怕纏綁去 其實他們這麼辛苦 不然他們很跌倒的代價 不同比例 我們常常在想 要不要讓人可以跌倒更好的收益 所以我們就扮年節 扮年節 來幫他們推銷大學 不是這樣 我是覺得政府也要用心 因為這個農民 就是 河無農民 我們在農立國 沒有農民 我先說是幾個 沒有電腦 沒的 我肚子沒的 不可以 現在尤其在量子危機 我們的農民要照顧 農民是很 人心想也很可愛 他們沒有求很多 他們要求我生產的農產品 賣得出來 他們也不是說一定在做好家 要消費出來 他們有這個關聯 他們還要給土地 要給商品 他們說是一個東西沒要處理 對不去停地 對 各位透過總幹事業的了解 可以了解 我為什麼不主持或參與政治評論 原因就是融為國本 我自己深有所感 我想我要把自己的學識或經驗 奉獻於農業 融為國本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大家重新思考 我還是四個觀念 尊重 理解 接受 欣賞 台灣農業 台灣農民 也許鼓勵青農 這是我們的責任 義務 承諾 大家一起來努力 凡事感恩 請記得這叫 感恩土地 感恩農民 感恩食物 謝謝鄭榮總幹事 很喜歡的美食和意見 以及秀欣感謝你們四位 接受我們連續兩天的專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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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意不宜 這麼便當 我 這個 都 有 feat 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